字幕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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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煮東西的你,記得訂閱和讚好我們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湯丸的新吃法 它就是氣炸湯丸 我們看下什麼材料 如果各位網友家裡沒有酥皮 都可以用蔥油餅去代替 到我們開始做了 首先我們把蔥油餅解凍 用薄餅刀把蔥油餅一開四 如果各位網友沒有薄餅刀的話 都可以用剪刀剪開四份 或者用刀切開四份也可以 剪好了就拿其中一塊出來 把湯圓放在皮的中間 然後把它包緊 把多出來的蔥油餅放在湯圓底部 把湯圓放在皮的中間 然後把它包緊 把多出來的蔥油餅放在湯圓底部 把多出來的蔥油餅放在湯圓底部 把湯圓放在皮的中間 然後把它包緊 把多出來的蔥油餅放在湯圓底部 把多出來的蔥油餅放在皮的中間 把多出來的蔥油餅放在一邊 我們一個各邊一邊備用 到第三個做法 把蔥油餅放在湯圓裡 把多出來的蔥油餅放在湯圓裡面 把湯圓底部的蔥油餅皮 放在湯圓底部太大 我們可以用剪刀 把多餘的部分剪掉 剪掉多餘的蔥油餅 把多餘的部份剪掉 當四粒都包好了,我們就可以準備氣炸了 首先要裁一張牛油紙放在氣炸鍋底部 之後就把四粒湯圓放上去 用170度火,氣炸5分鐘 在氣炸湯圓的同時,我們就可以煮薑茶 加入大約一杯水的份量 加入兩至三塊薑片 薑片用刀背,把它輕輕拍扁 讓它更方便出味 煮滾了的薑水,我們就可以倒入一杯 把它放涼 薑水沒有那麼熱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把蜜糖放進去 如果各位網友喜歡吃甜點的話,也可以加多一點蜜糖 最後,我們把蜜糖攪拌均勻 我們這個薑茶就完成了 這個湯圓就完成了第一次氣炸了 我們可以拿出來看看 看到沒有爆、沒有裂、沒有黏底就可以了 跟手可以用180度火,氣炸多5分鐘 5分鐘之後,這個氣炸湯圓就完成了 做這個氣炸湯圓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我們用的湯圓是一定要用急凍的湯圓來做的 到皮了,如果各位網友想這個色澤再深一點 都可以選擇在氣炸之前 掃一點點蛋漿在湯圓的表面 然後拿去氣炸 再配上我們剛才做好的薑茶 我們這個氣炸湯圓就完成了 我們還有其他食譜的分享 你還快點按上面的連結看看 就到這裡,多謝收看 大家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一個小鈴鐺 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我們新片的通知 我們下集結束,記得請按讚� 等等,見て下集結束 囉,下集結束